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就组织这个讲座来去满足社区的需要 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有很多位专家跟义工 能够make it possible for this seminar 下面我想介绍我们讲座的林宝华教授 她是杜科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 也是个biblical counselor 非常感谢林教授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组织这场活动 谢谢您 谢谢莉莉 今天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讲座是请到林寻博士 我们非常荣幸 林寻博士她是个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专家 她有许多的头衔 我就提几个 她不但是个心理健康咨询专家 她也是个案例的牧师 她有多项专业的精神疾病方面的培训和认证 她已经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的校目 大概有30年 那么她多年以来呢 都在义务帮助华人 面对心理健康还有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 从我们三角地区 一直到美国各州 甚至到世界很多的国家 我们都可以看到她帮助许多人的加美角踪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林博士带我们来更多的认识 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方面的尝试 林博士请你 好谢谢 谢谢林教授 云敦里的朋友们好 我们不能面对面 但是我想透过了媒体 我们的距离还是那么近 我今天来跟各位 就是分享一些 很简单的分享一些 精神疾患的一种分类 跟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将近几个礼拜 将近一个月以前 我从微信上接到一个 突然接到一个很紧急的 微信的报 是一位很年轻的小女孩 从香港打电话来 她说她正在割腕 割腕 割她的手腕 自杀 她觉得活得太痛苦了 我太痛苦了 她说 我想 我要结束 今天晚上我要结束生命 实际上她的手上 不止一次了 好多很 我很着急 因为 我一面祷告 又一面很着急 因为这紧要的时间 我不能像在美国一样的处理 我必须要把握住 在她拒绝 唤醒她的家人帮助 也拒绝就医的时候的几分钟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case停下来 我们再讲一讲 到底精神疾患有哪一些呢 我们常看的 有强迫症 compulsive disorder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或者称为OCD 就是 有一些强迫的思想 一直在那里 很不安的 一直 重复的动作 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学生 他一直在洗手 他甚至于 把手都洗烂了 还在洗 这样叫做强迫性行为 那么 很细的跟她谈 很仔细 很deep的跟她谈 我知道 因为移民的家庭 常常 住的地方不够 大家都住在大房子里 而她被她的uncle 她的叔叔 还是舅舅 知道 强暴了 但是她不敢讲 她觉得自己很脏 所以她要把它洗干净 所以就不停地洗手 那么平常 我们也常看到 哎呀 我在家里 是不是炉子关了 我就常常去看看 炉子关了没有 或者是出门 我的车房的门 有没有车库的房子 门 有没有拉下来啊 已经离开家 又回去看一看啊 非常的焦虑 这样子是可以治疗的 强迫症是可以治疗的 药疗 心理治疗 都可以帮助 那么 我们在旁边的鼓励和陪伴 也是持关怀的态度 那么要注意的是 尊重个人的隐私 然后我们也看到 Penic Disorder Penic Disorder是什么 就是恐慌症 它会突然地感觉到 生理上有冒险 冒汗啊 心计啊 脸红啊 颤抖啊 我遇到的Kiss 他就觉得要发心脏病了 好像要疯掉了 要大祸临头 要发心脏病了 躺着都坐不起来了 然后要赶快叫救护出来 接到急诊室 因为他要 他觉得他不能呼吸了 那最后呢 医生又把他推给我 让我来照顾他 因为他是Penic Disorder 这个焦虑的情况 是可以矫正的 怎么样的抛弃 原来的思考方式 还有经过药物的治疗 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另外一种叫做 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我们在英文叫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或PTSD 就是也是一种焦虑啊 经过很大的一种 危险性的 巨大的灾害 灾难性的世界 天灾啊 或者是人祸啊 或者是甚至于家暴 都会有PTSD的感觉 美国的军人里头 我们发现50%的 从战场上退回来的 50%有PTSD的形象 那在中东打仗的国家 派对视力啊 他们经过战争洗礼 留学生回来的时候 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烟火 爆竹声音 觉得好热闹 都是庆祝啊 可是他们常常是受不了的 因为呢提醒他们战乱 提醒他们流血 提醒他们亲友的离世和房子 房子都家组 通通都 都炸平了 家暴我经常看到 会有PTSD 比如说我最近帮助一个 研究生 他常常的在那里做梦 一直控制不了的做梦 回到小时候 他父亲要杀他 他亲生的父亲要杀他 这是一个主要的症状 常常回到以前 然后不断的 然后患者觉得不敢睡觉了 他的睡眠有问题 因为他怕睡觉又会做梦了 非常的可怜 然后会逃避 逃避的话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 比如说我们开车出了一点状况 不晓得出了什么小车祸了 有长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敢开车的 不知道您或者是不敢搭车 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经验 或自己亲生过这样的经验 PTSD在临床上不容易治疗 不容易啊 我以前在教会里看到 一位亲爱的家庭姐妹 他的先生是退伍军人 他说升起起来 真是拿了 因为美国的枪支 是真的拿了枪乱描的 他们真是要逃命了 这个是可以治疗的 而且呢 能够有一些改善 有很大的改善 另外我们看到焦虑 学生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焦虑 发生了 那么他们常常有人际关系 和日常生活上面的困扰 因为这种焦虑感呢 是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直很焦虑 焦虑接受治疗是相当的 成效是不错的 只是照顾他的人 我们旁边照顾焦虑者的人 我们会讲到听到 他讲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 我们呢 注意的是我们是听的人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呢 我常常提醒 情绪的传染比流感传染还快 第一个是注意保护自己 第二个呢 注意自己的极限 我们的限制在哪里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抑郁症 depressive disorder depressive disorder 我常常说 像经过死因的幽谷一样的 这个人的脸都可以念出来 他在有depression 因为他的脸永远是愁云满命 永远快乐不起来 什么都没有兴趣 提不起兴趣来 然后体重呢 不是拼命的下降 就是突然呢 上增加 我看到一个高中的女孩 她很快很快就增加了三倍 三倍的体重 睡眠呢 也有睡不着的 或者是呢 整天想睡的 然后呢 在运动上面呢 非常的缓慢 思考也缓慢 或者呢 觉得一整天都累 躲在房间里 哪里都不出去 最可怕的是呢 他觉得一无价值 活得一点都没有用 只是做一个大米虫而已 然后呢 很自责 责备自己 什么都是觉得很负面的想法 然后呢 也没有办法专注 没有办法专心念书 然后或者是 常常想到死亡 或者是想到自杀 我不是说每一个都有 如果以上我提到 有五种的症状 而且连续的持续了两周以上 就应该想到 是不是要请 专业的人员来帮助 因为脑部的化学物质 是不正常的分泌 我们最可怕的呢 就是常常 哎呀 我说的天花乱醉的 跟病人的家属 或病人说 病人总是跟我重复说 这个精神病呢 绝对不能吃药 因为它会控制到我的脑部 而且副作用很严重 而且呢 我会终身成为药癮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说法 我的老师跟我 我们常常说 我们在今天的治疗 不是压抑我们的症状 而是修复我们的脑部 好 大部分的抑郁症治疗 是可以得到改进 但是却没有办法 得到和妥善的治疗 是因为人为的因素 然后也非常非常容易 看到的是躁郁症 Bipolar Disorder 我们或称为双脊症 就是包括两极化 躁脊跟玉脊 躁脊的时候呢 有的人是非常可爱的 因为他的精力旺盛 很有创造力 然后话很多 很敢冒险 海得不得了 很会买东西 但是也有一些 比如说情绪波动得很快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有一个学生 他发的很严重的时候 他的性的行为是泛满的 他可以上街去找不认识的人 跟他说我跟你回家 我好 他是可以随便的找人 然后呢 之后他慢慢清醒过来一点 又觉得他很肮脏 他把全身有毛发的地方 剃得金金光光的 连眉毛都没有了 可是呢 这不是都是造奇 还有玉奇 玉奇就是我们刚刚说 像抑郁症的 亦中欲针亚 预期觉得自己没有盼望 没有价值了 然后呢 喊最好死了算了 就是活了就是垃圾 等等的这样的 那么常常呢 双极症 就是Bibular disorder 或者常常是跟我们的基因 和环境的互动有关系的 基因加环境的互动 在14、5岁 临床14、5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会发病了 但是长期以来 我们被低估 或者错误的诊断 认为他是抑郁症 Depression 为什么呢 因为不了解 因为不了解 所以在跟医生解释的时候 在那个轻微的造奇 比如说我玩电脑 整夜都不想睡觉 那么轻微的造奇 或者是什么 都忽略了不讲 或者是医生呢 他很缺乏双极症的经验 因为双极症还分好多 对于那个精神病 他们那个对比 他不是 因为这门知识 进步得非常快 那在问诊的时候 他对比的知识 不是那么好 不是很先进 就会容易错掉 然后呢 有些患者呢 他90%都是在重瘤 就是严重的抑郁 而10%是狂躁 那么我们看到的呢 都是那90% 所以以为他是抑郁症 然后有些患者呢 我也临床看到 他会有妄想 幻想 所以医生就把他 当精神分裂来治 这个有绝对的害处 有不可挽回的 damage的害处 伤害 事实上 抑郁症 应该说 躁郁症 是可以控制的很好 如果病患家属 一起的来努力 是可以很好 我今天要很快的讲一下 自杀 自杀90% 70%跟90% 都是一个症状 精神疾患的症状 女的比男的多 女的比男的多 但是男性的 比女性的成功率大 就是危险性更大 那三个族群 一个是老人族 一个是壮年 35到50 一个是青少年 18到25 这三个族群 要很小心 一次自杀不成的 我们不要放松 因为他要重复 重复到大概五次 他会成功的 要小心 那我觉得有一个 值得我们重视的 就是2012年的时候 也是我在Duke的老师 也是世界上 国际上非常 知名的一位 精神医学教授 Herald Koenig 他做了一个长期的报告 他说如果 我们经常参加礼拜 宗教信仰 参加礼拜 自杀念头的病患 会减少75% 那这个还是他首先提出 他现在在国际 相当的出名 可是我另外也是训练我的叫Hover Hover Health Public Health 他们做了14年的 2016年 做了14年的研究 然后他们的比例是更高 他们说参加每一周都参加 崇拜的是减少到84% 那么我不是说参加的这些聚会 崇拜就代替了治疗 完全不是是相辅相成的 好我的时间到了 我说我们也许彼此都不认识 从来没见过面 也许您正在处理 处在一个病痛和失望当中 也许您感觉到您的生活好黑暗 或者是您最关心的人 他正在遭受精神病患的折磨 我想强调 在这里强调的是 您或者是您的亲友 其实一点都不孤单 因为我很愿意陪各位走一程 今天的这节目 很盼望您的处境可以连起来 也能够成为您的鼓励 安慰跟盼望 而且能为您带来一个新的方向 这条治疗的道路很艰难 起初的 我说起初一程好像要爬行一样的 千万不要放弃 也不要自己停要 因为之后我们可以慢慢地站起来 最后我们就可以放开来奔跑 一直跑到我们光明的一面 人生的道路上 我说加油 不要放弃 谢谢 非常谢谢林博士 真是很棒的分享 非常有帮助 那在这里我还先提醒大家 我们这一次的座谈会 主要的目的是来提供 心理健康精神疾病方面的讯息 提高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 还有警觉性 我们不是提供医疗咨询 如果有需要的话 请联系您的家庭医师 或者是相关的医疗单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 一位心理医师 Dr. Jackson Chu 他是我们北卡 我们在Raleigh 北卡州立大学 里面的心理医生 他已经在那里任职相当多年 曾经好多年是那里 学生咨询中心的主任 许多年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Dr. Jackson Chu 我想Dr. Chu 请你不但分享你自己的经历 也请你稍微touch 就是说在这个华人的这一块 在华人的精神健康 精神疾病这个方面 也请你稍微的提一下 谢谢 我想有一点最好 要emphasize 就是因为吃药的问题 吃药的问题呢 除非你是医生来的 除非你是心理病医生 大部分人 药是治标不治本 吃药是唯一 一个condition 一个choice 吃药 也有互作用的可能性 所以 最好我就让给心理病医生 来看 来manage 有时候医学上的complication 需要其他的帮忙 药本来来讲呢 最要是什么呢 试一个一个一个的试 普遍来讲 最普遍的药来试 就是SSRI SSRI就是叫imposer 很普遍的药 很便宜 很简单的药 我看见呢 有很多的人 没有得到衣物 情况没有改善 因为他们对药有怀疑性 怀疑对药不敢信任 其实呢 我不管你吃什么药 你要试试看 我让我的学生 我的病人 他们来决定 哪一个药好 哪一个药不好 读书分量怎么样 怎么样吃法 副作用怎么样 副作用的话 要怎么办 严重的副作用 年轻的副作用 都有各有各自 自己的 explanation 但是说 不是每一个都需要 都要吃药的了 如果喜欢用情形 就是说 没有太严重的话 不吃药也可以 it's a case by case 是 所以Dr. Chu 这个用药 肯定是要经过 精神科医师来 处方 来manage的 那听起来 他对每一个病人 这个反应 可能也不太一样 一种药 可能适合 一个病人 不见得适合 另外一个病人 所以这都是需要 由精神医师来 来处理的 那么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旦开始吃药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 情况好转了之后 这个药可以停了的呢 药是可以停 随时停都可以 这是你的right 你的 the patient's right 问题不是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你要不要停 要停的后果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 不停的后果 又有什么好处 又有什么坏处 是 谁来决定呢 有人说医生来决定 有个人说 学生病人来决定 我一下子说 大家一起决定 共和 collaboration 是 讲好 然后才去试验 就像医药 你吃一个头痛药 比如太大脑和 ibiprofen 你吃有用 它是没有那么用 好处坏处又不一样 有的一样 有的不一样 有的有副作用 有的没有副作用 所以医药是要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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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子case by case的判断 是 根据他的大身体的反应来判断的 是 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精神科医师一起来做这医药方面的处理的 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后续的问题 我们就稍后再问您 那现在请莉莉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其他的几位座谈的成员 好 谢谢林博士 谢谢林博士的精彩的演讲跟那个Dr. Chu的解释 药物方面的解释 那么我们有三位panelists 讲员他们准备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首先呢是我们蔡欣怡 是Alice Alice是一位高中生是senior in high school 那么她本身作为一个华二代 她有很亲身的经历 怎么样去减少精神负担 然后能够跟父母去有效的交流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 you know promote emotional well-being 然后呢才能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那么Alice有非常亲身的经历 谢谢Alice 她是从阿肯萨过来的 那么第二位呢是Tim 是和天晓是吧 Tim呢是已经是2016年在我们华人 美国华人大会第一届华人大会的时候 听了这个健康讲座 是我们第一次讲座就开始服药 因为她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 有患这个depression 那么最近summer的时候 她是第一次出来跟大家分享 非常courageously came out to share his stories and his struggles and also hope in dealing with depression 所以呢非常感激Tim 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 我们每次做这个webinar 都来Tim来跟我们分享 而且也很感谢Tim能够帮助我们 做这个webinar的组织 跟一些logistic administration help 所有的这些slides 都是Tim做的 谢谢Tim 下一位就是我们彭依林女士 彭女士呢是 应该是我们这边 对这个精神健康的 community的leader跟元老了 彭女士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个人的经验 然后community的经验 还有profession 就是as a parent and wife and also mother 就是对这个精神健康 这方面的经验 那么他做了非常 有非常亲身的经历 而且做了非常 很多社区的工作 现在他们的 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 是一个非盈利的主日 去年给加州评委 the non-profit of the year 而且他们现在在跟那个 national alliance for mental illness 准备set up一个NAMI 的Chinese chapter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 彭依林在帮忙之中 能够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呢 大概就是介绍这三位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先请Alice先讲 每位每位panels 可以就稍微分享一下 然后分享完了以后 大概15分钟 我们会继续这个Q&A 就是那个问问题的阶段 谢谢Alice请讲 谢谢Lily的介绍 那大家好 我叫爱丽丝 中文名字叫蔡欣怡 那么我是一个华尔代 所以我的中文可能不太好 抱歉 但是今天希望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长大的经验 和我对心理健康的认识 那么我长大的时候呢 我爸是 就是一个虎爸爸 像很多中国家长 经常会批评我 经常会说我 这里做的不对 那里做的不对 所以我心里 有时候感觉挺压抑的 那么我先要说一下 我没有正规的被诊断 有什么精神上的疾病 但是我小时候有很多 就是心里感觉 压抑的那种感情 所以我对这方面非常关心 也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我长大的时候 因为被批评很多 经常被批评 那么这种思想也渗入了我 对自己 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也会经常觉得 我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什么都不是 那种思想 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呢 我的自尊心 也降低了 我经常感到自卑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孩子 也能懂这种感情 那么我很幸运 因为我那种感情 没有到非常极端的程度 我没有就是想自杀 想自害 什么的 但是也是走出来 这段时间 就是非常痛苦 也有必须得做很多的 自己帮助自己 和家长帮助自己 那么我是怎么走出来的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因素吧 第一个因素就是 我非常爱写作 所以我有什么感情的话 我就会写出来 就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然后第二个因素就是 我家长也挺支持我的 我爸到了高中的时候 他可能看到 教育方法对我的负面影响 就松手 就让我自己去 做我想做的事情 自己管自己啊 什么的 就觉得压力减少了 然后第三个因素就是 我长大的时候 可能对我自己认识的 更强了 然后也更成熟了 所以可以更好的 控制自己的心情啊 什么的 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 这个家庭的支持 然后用自己的兴趣爱好 来把心理调整 这些因素加起来 就让我可以 幸运地走出来了 然后现在呢 我是 我是申请大学的 其端 这个其端就是 很多小孩都压力很大 我也感觉压力很大 但是因为心理健康好了一点 就可以承受这种压力了 总之我觉得 无论是谁 无论是有没有 正规的诊断 病情 还是就是觉得 可能有时候压抑的话 我觉得心理健康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谢谢Alice Alice是一个非常 prolific writer 她曾经赢过 好几个大奖 包括scholastic 还有一个呢 就是Alice 不单只是学业非常好 非常成熟 帮助美国华人联合会 做义工 已经做了两年多了 做我们 Young Leadership Council 的one of the leaders 谢谢Alice 你的对社区的贡献跟服务 那么Tim 请您讲 Hello 嗨大家 现在我有点害羞啊 因为我觉得Alice的中文 比我的要好 我今年26了 我一直在芝加哥长大的 我从小跟我 其实跟我父母的关系 相当的好 我跟他们说什么交流 基本上什么都会告诉他们 所以我最后得了这个抑郁和这个 anxiety的整断的时候 他们都是觉得很surprised 我从小就是上学啊 什么成绩啊 好啊 练琴啊 每天都练好多几个小时 我的本科是学的音乐 所以我16岁上的大学 所以我是 went a little early 我16岁上的大学的时候 也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的 就是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种环境 到了这种环境 我就不知道怎么能control我的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我的心情上面 也不知道怎么能安慰我自己 我的最低的一个一年就是我大三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我去我自己试了一次去去自杀去吃药 但是正好是被我的这个室友去救了 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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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以后 我就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出不来这一个这个自己挖的一个洞 就觉得我我我我就basically就是活不下去了 我我我这么多年学的琴学习干的什么 都都都是应该干的事情 但是最后到了一个地方 我就觉得自己活的真的是没意思 那时候我才真的开始跟我的父母讲这些事情 我就是一直就觉得很多事情 我我我我不用别人帮忙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能能能能坚持下去 因为我我从小就是这么坚持下去的嘛 所以我就没有去别的外面的地方找啊 更多的地方啊去帮助啊 但是我是前几年就是听了这个讲座 后面就是开始找心理医生啊去吃药 能找到了自己的这个 um kin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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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path um i think 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们应该去Q&A right Lily 没事儿你讲 没事儿你讲完先 嗯哼 no i think it's okay i think the rest of it 好的好的 Tim 你的中文比我还好 你居然没有用 我还用英文讲了好几句呢 谢谢啊 Tim Tim 我觉得听你讲就有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精神 精神 mental illness 其实很多一个程度上就是像林博士讲的是一个 um biological nature 就是就是unlucky have that gene 所以我觉得是很多种因素啊 因为我想这样讲的话就是 我自己是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 我自己的孩子也有 呃 呃 anxiety depression 但是 因为很strong的 biological的 呃 的 的 的 nature 我觉得 这个就是等于像高血压 糖尿病啊一样 就是我们就是 God gave us a 啊 a a body and 我们的 gene and that's that so that's that's no more and no less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呢 就是很高兴你听啊 就是还有Alice也是 哈 就跟你父母亲讲 然后呢 可以得到 应该有的 这个支持跟support 然后去overcome that so 谢谢啊 呃 那个好 呃 彭女士请您分享 呃 谢谢 谢谢 莉莉 我想先 先要我们为Tim和Alice 真是太棒了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很lucky有你们 真的 太棒太棒 我很感动 刚你们讲 呃 我现在时间不多 所以我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自己 今天很开心 礼拜天了 都可以跟大家 去一句聊聊 我个人的经历 那我呢 叫彭依林 那我的先生呢 他是 也就是我丈夫呢 他是在他41岁的时候 去离 就离世了 所以当时呢 家庭是受了重创的 就是血上加霜的呢 就是女儿呢 就开始出现一些精神 疾病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好几天呢 他都不能入睡 然后呢 经常都哭 甚至呢 就连我都不认识了 他实际上 他还说 他要教我钢琴 就是我是他的学生 这样子 那不久之后呢 他就被诊断了 是有白波了 就照预症 然后呢 在那个时候呢 是五个月里面 就四次进了医院 是精神病院 那我整个人是崩溃掉了 因为想想在 刚刚在上夫的这个 上丈夫的这个 这个悲哀中 还没走出来 那又碰上 就是女儿是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是 整个是 就是那个状况 非常的不好 长时间失眠 还不单止 而且我不敢离开家门 很极度的恐慌 就是那时候 在低谷的时候呢 我也想听 我试图自杀 所以我当时 就是我在想 我们经常要走到 这一步的时候呢 是觉得是 难以承受 就是说生活中 没有就绝望了 我没有希望 当时我是想带着女儿 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那时候我呢 就是被诊断 就是抑郁症 还有就是 那个恐慌症 那就是我 讲到我女儿 就是我先生的话 我丈夫的话 我是觉得有一个 很让我震惊的事情 就是说 我女儿的精神科医生 根据家族史呢 来判断 就是我的丈夫 我的先生在大学 就是我跟她 她是高中同学 其实那她在大学 就已经有 照抑郁症了 然后我呢 是在这二十年的 这个共同岁月 我们高中就是 接时 然后一起 拍拖啊 什么的 我完全不知道 不清楚 甚至是才过世以后 我也不知道 是这种 这种疾病 有患上的 什么都没有 帮她去 争取去做 因为有些 现在我们回头来想 现在她是有 很多迹象的 比如说有时候呢 就是刚刚向林博士 介绍的 摆破了 照抑郁症 她有时候 她是非常觉得 自己了不起 无所不能的 她的那个效率 非常的高 但有一段时间 她又非常的低落 那我觉得 如果当时 她要是能得到 治疗的话呢 可能就不一定 发生后面 后来的悲剧了 就是我 我女儿有一句话 就是入了医院以后呢 她跟我说了一段话 她在医院里面 跟我说的 她那时候哭着说 她说妈妈 为什么我不能够早点发病 那如果我早点发病的话 那爸爸可能就不会死了 就是说这句话 就一直在这么多年 我在做义工工作也好 社区服务也好 我一直在提醒我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早点知道这些知识呢 或许悲剧 我们就不会发生了 好像 我女儿那时候还很小 我的先生呢 她大概是 就是 她因为要喝酒嘛 喝酒很多 就是说可以减轻 她这个焦虑 当时我把她的酒瓶收了 然后呢 我就不愿意给她 然后 那个女儿才很小 六七岁 她就看着我很不解 就是你怎么不给爸爸 爸爸问你要酒和 要瓶酒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 我觉得酒会害她 我就不想把这把 像给把刀一样 向她伤她 但是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很惊讶 因为那么小的小孩 她跟我说一句话 她说 她说妈妈 你可能如果不给这把刀 她是不是自己觉得 有好几把刀 在捅向她 在割她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一定要 换个角度来看 我们的家人 做很多事情 如果他们真的是 有这个困难的话 他们是需要 寻求帮助的 所以我也希望 就是大家 如果在这些过程中 你们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像Lily 现在我们都在 为大家帮忙 所以我现在 女儿经过这些 这么多年的康复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千方百计的 去了解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什么是精神健康 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 然后基于自身的 这个家庭的经历 我又在华裔社区 扩展了很多 精神健康服务的项目 这个创立了 这个非牟利机构 就是美国 华裔精神健康联盟 那我希望什么呢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 就不要发生在别人身上了 在这个长期的工作过程中 我也很开心得到 大家一同 自同道合的朋友 像Lily 像林教授 像Sherry 林博士 那更让我感到骄傲的 就今天听到Tim和Alice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们希望以后 更多这样的讲座 谢谢 太感谢你 因为 真的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sharing 太感人了 谢谢你的勇气 跟你对大家的爱 跟关心 还有Alice跟Tim 谢谢你们三位 然后 我们下面就准备进行 Q&A 然后林教授 您来开始 这个 就是进行Q&A 可以吗 可以 是不是我们可以先 再请Alice 稍微再分享一下 从这个父母的角度 他们可以怎么样 更好的来关心 他们自己孩子的心理健康呢 好的 我可能会有时候说一下英文 因为我的中文不太好 但是 从父母的角度呢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 听 就是认真的听 到底小孩是怎么回事 因为每个小孩 可能都不一样 对吧 那么 我跟我父母谈的时候 就是 有一种 culture gap 所以 不是 immediately 就是听得进去 但是 sometimes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and you just 小孩的角度 就是得一直 去坚持跟父母谈 父母的角度 就是 要是看到小孩 一直谈 真的要听得进去 然后 第二件事情呢 我觉得 就是 可能可以 用一些 resources 像上网 什么的 去 learn more about something before offering advice or offering a solution 因为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就可能会 可能会一开始 就说 那你为什么 不这样做 那样做 就行了 就 不要想这个压抑 不要想这个 去 去学习一会儿吧 就会忘记了 但是 其实 可能要是 自己更加懂 这种 精神上的 病 那就会 帮助小孩 不觉得 我为什么这样做 也没有 successful 为什么 我不能 我不能 distract myself from all of my feelings 所以 第一件事情是 听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get more educated 更加了解一下 然后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 就是 emotional support 有时候 拥抱一下 或者 跟你小孩说 我爱你 这种东西 can go a long way 非常好 Alice 谢谢你的分享 而且你给我们又总结了这几点 真的是非常的实际 每个父母都可以学习去试着做的 谢谢你 那 可不可以也请Tim 啊 你再分享一下 从 孩子的这个角度 你怎么样跟你的父母来沟通心理健康方面的需要呢 我觉得总的来说 第一是有时候就是你必须得听到你的家长能能跟你分享他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东西 他心里在在怎么怎么make这种decision stuff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听到你父母这种分享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 你就自己就觉得你不能跟他们talk about这些situations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跟我父母都会有这种heart to heart 就是talk about我们的这种problems 但是我觉得我会跟他们comfortable talk about这些issues 就是因为他们平常跟我的交流很多 他们喜欢 或者他们会find out 我的爱好是什么 然后他们会educate他们自己按我的爱好 所以他们可以跟我一起交流 我觉得这是我父母做的最在交流上面做的最好的地方 是 非常好 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沟通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大的一门学问啊 那么我自己作为一个华人的妈妈 我也知道有很多我们华人的一些文化的传统 比如刚刚Alice说的 我爱你 这一句话在很多华人的父母口里是很难出口的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Elaine也分享一下 彭女士请你分享一下 那么父母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来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谢谢 谢谢林教授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讲的就是精神 心理健康的话 我们先要对这个心理健康有一个定义 就是怎么样我们才说是心理健康 那实际上说到心理健康呢 实际上一种状况状态 就是一种状态 就根据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定义的话 他就是说是有一个主观的这个幸福感 感到个人有自己的自主性啊 就是成就 就就像跟跟下刚像跟我的那个状况是相反的 在我低谷的时候 就是说我觉得有能力有自信 而且我可以去胜任这些工作 就有就像那个伊德说的 就是说有爱和工作的能力 就是说让这个生活的状态呢 比较比较积极向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为了维持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经常说 家就是就是我们的一个避风港 我们在外面受了伤啊什么的 我们回到家 家应该是很和睦的地方 所以家人呢 就是在 在 在给孩子来说的话 因为刚刚你那个题目很大 林教授 因为孩子也分年龄段 也分阶段 而且呢 每个家庭的关系 就各个案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大范范的 就是说 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 就是说要用心去经营 去去管理吧 从小就开始建立吧 有没有保护你每一位成员都作为是 不好意思 请你刚刚是要补充 没有 就是要 就是要 要 要尊重家里每一位的成员的这个 尊重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 那是 那我们就说 比如说我们说家里是 如果一个避风港的话 如果每个人回家 都是那种很开心的 嗨我回来了 就是我的一种 一种问候家长的一种 带着笑脸去 去面对自己家的孩子 不管他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对家庭的一个氛围 是很大的改善 然后如果说到对心理健康的话 我们现在更讲的更多的就是说 情绪上怎么样管理 那你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家长 一个家庭 一个家长 他们如果连自己的情绪 作为父母 如果管理不好的话 你说孩子会怎么样 就如果他们夫妻 就是一点事情就生气的话 他们就甩门 或者摔锅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那你看看孩子就会造成 他的心理的一种 一种不安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家就是一个避风港 我们有没有把家造成 做成是一个避风港的 这个感觉给到 给到我们的孩子 如果做成这个 这个避风港的 这个感觉给到孩子呢 那孩子他就有心理有依仗 他就愿意在这么 他实的这个基础上面 他愿意跟你open 就是打开他的心扉 跟你沟通 那还有除了尊重以外呢 我们还有很 讲到这个文化上呢 我也觉得 林教授提的非常好 就是我知道 可能也是从我们的 这些听众或者观众里面的 抽出来的问题 华人包括 亚太裔呢 也是这个文化考取上面 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记得六年前 我们跟非马市政府 合作的一个项目呢 我们也是叫出了 一句很怪的口号 因为在华裔家庭里面呢 我们就是很容易就觉得 大家就应该 我要鼓励一下大家啊 如果他们取得好成绩了 我们也要 就是要挑错啊 就是要批评他们呢 这个不管是华裔的 好像在韩裔 那个家庭里面 我们也发现了这种问题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口号 就是批评不等于教育 就我们很多 华人家庭就以为说 我们在教育你了 实际上他们是在指责和批评 那我们也有 以前有过一个这样的数据了 那就是说 我们的孩子在收到47个否定的 批评的一个信息以后呢 我们才能得到六个肯定的信息 从我们的家长 华人家长里面 所以我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构建我们的心理健康 孩子的心理健康呢 第一我们不能老打击他 就是老是否定他 然后呢 因为这样的孩子呢 他们不自信 然后比较自卑 然后呢 他们也不足以 能够抵抗外界 社会上的一些抗压能力 那具体展开会很多很多了 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那以后我们可以再补充了 谢谢林教授 玛丽 谢谢你 婆女士 确实我们做父母的 有很多很多 可以积极学习的地方 那我是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座谈会呢 最终能够希望能够提供大家一些尝试 更多的一点尝试 然后提高大家的警觉性 但是这条路很长 一次的座谈会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主办的一些单位也继续的在讨论 我们如何能够比较长期的给我们所有的华人社团提供一个持续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认识 提高这个警觉尝试等等的这样子的机会 那我想接下来 那我想接下来可不可以请这个林博士帮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有收到了很多的问题 那有一些问题都是关于孩子的情绪控制 刚刚彭女士也提到了 这个父母的情绪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孩子的情绪控制也是个也是个很棘手的很多父母面对的棘手的问题 那所以面对孩子这样子情绪上的失控啊 或者是非常敏感的个性啊 或者是对于社交很有安全感啊 或者是说从这个失败的经验里面很难走出来 等等这样子的情绪处理 林博士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父母怎么面对呢 我说谢谢林教授 因为您问我的问题 如果三五分钟我实在是 没办法 没办法因为我自己也教课的时候 哎呀这好多好多大题 我选择了一小部分 就是您提到的如果孩子的 比如说对我自我的 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家长问 自我的要求很高 如果是我一次不好了 如果不好了我就非常生气啊 整个情绪就坏了怎么办呢 孩子的自我要求很高 在这个竞争时代可能我们经常的看到 做家长我怎么办 一起的跟孩子发展 这只是一些建议啊 一起的跟孩子发展 自我肯定的能力 一起的参加一些活动 可能跟成绝没有关系的 我们很喜欢有一些event是做艺工啊 或者是艺术上面的活动 不是竞争的 但是呢是可以一起参与的 或者是让孩子参与的 他可以有很多认识很多的朋友 一起做 特别是 比如说我在纽约 我们寒假一起去帮助 另外一个区的高中生 大学生帮助高中生 我鼓励他们都去 还有呢 告诉孩子 什么东西是可以掌控的 什么是不可以掌控的 一直帮助孩子 比如说我努力 那是我可以掌控 考题跟老师评分 那个是超过我们能掌控的 孩子也训练他们 对自我的对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跟自己说话的 自我的对话 健康的自我对话是 常常用一些体贴和爱心的话 来对自己说 而不是很多时候都是 反映成家长的话 您信不信 他很小的时候 就反映成家长的话 常常是责备 常常是批判 常常告诉孩子 这个东西没有做也没关系 因为我也常常没做 今天失误了 明天在午上 没有关系的 所以做家长呢 也常常要查验自己 我对儿女的期望 是不是合理 常常对孩子的期望太高了 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好像对自己的期望太高 其实他们只是在反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 然后我们常常夸赞孩子 我们说 今天考的真好啊 一百分之真好 第一 我孩子考第一 甚至于家长打电话给我 我孩子又尽得了什么奖 我感觉到更多我们要做的家长要做的事 在孩子努力的过程里头 为他加油 称赞他 称赞他的努力 而不是称赞到最后那个成绩才拿来称赞 所以这个路是漫长的 是每一天累积的 好 让孩子知道 不是只有好成绩才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事 他今天对朋友很好 对同学很好 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然后跟孩子一起的 去定一个目标 合理的目标 我不止一次的举那个例子 一个家长 孩子一生下来 他就给他孩子取名叫Harmet 什么叫Harmet 就是我将来孩子 如果我上不了Harvard 那第二个就是念MIT 所以我的孩子叫做Harvard Harmet 他从小就要孩子记得 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目标 你走到哪里 不是Harvard 就是MIT 这个目标有多么危险 我听到我说 我的孩子都未心碎了 这个目标有多危险 是 谢谢 还有一件事好不好 我第一个 最后一个 常常跟孩子分享 我们自己失败的过程 很不容易 但是常常跟孩子分享 我曾经也失败过 好 谢谢 谢谢林博士 是 我们有说到很多 关于青春期的孩子的问题 Teenager方面的问题 我想请Dr. Chu 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青少年期 叛逆的这些行为 或者是个性上 比较叛逆的这些表现 我们怎么样区分 是否有心理疾病的预兆呢 还是说只是正常的叛逆期的表现 第一步就是找 也就是说 从加州搬到纽约去 新搬进来的 对本地的资源不清楚 就开始了解说 本地的这个本地的精神上 资源在哪里 第一步嘛 就是了解他们 然后就开始就说 有一个entrance 一个开门进去的地方 那我们就跟mental health 就有联络 NAMI 也是一个好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说来说去 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和裁员来培养 很多很多很多的therapists 很多很多的psychologists doctors PhDs 或是psychiatrists 最要紧吧 其实呢 有很多benefit没有得到 因为什么呢 说病人没有参加 病人没有去询问 没有reach out 没有病人和provider 两方面呢 有很少有联络的方法 有很多学生到了大学之后 才开始考虑到看therapist 才考虑到看psychiatrist 或者是counselor 才有些肌肉 那么那些人呢 就最好最适合来帮你呢 跟你说决定说 到底你这个孩子 最近的生活 所听到的故事 有没有毛病 有没有什么地方 要更加的仔细的检查一下 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想法 思想culture 也一定有一个毛病 我们只是 你也是说 对一个中国人的家庭 也讲了 看performance 还就是看loveliness 你哪一样是最重要 哪一样才是你 你一个心里应该要 要欣赏追求 哪一样呢 是performance 中国人的社会 传统的教育 culture value 就是说performance 就是讲说要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怎么样比较 就是一天到晚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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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样比较 在这个小孩子的心里 在传播 lying lies about him things what society expect him 那么他就花了很多时间 这个生命 你一天只有24小时 滥会了很多时间 在跟自己 在跟自己 debate 到底我是不是成功的人 是不是应该有活下来的人 为什么我不快乐 为什么我的环境这么好 怎么这么糟糕 是 是 我们都需要学习 都需要学习 确实我们看到很多虎爸虎妈 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 我觉得大家讲的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真是 像那个林教授您讲的 这那么一两个小时是不可能 能够回答那么多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lifelong learning it really is a lifelong learning 然后很抱歉 大家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都没有一一的回答 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回答 try our best 然后非常感谢那个 林博士跟那个 Dr.Jackson Chu for your expertise 所以我们现在做两个polling team 麻烦你就是我们观众互动 那么林博士您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大家可以点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现在在你的荧幕上 你应该可以看到两个问题 然后你可以就在你的这个荧幕上面 你就点 希望你在每一个问题你都选一项 你觉得是最最切合你的答案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及时看到 大家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 这个问题呢 两个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将来更好的 来提供给大家更好的服务 谢谢对是的 我们今天也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人来参加我们这个奖 就非常感谢您 用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去 跟我们一起学习 这像我讲的是一个一生的 就是lifelong learning 那么我想 我们现在有400多位在线 那么还可能还会有更多在 没有参加的 那么我们完了以后呢 会去再send一个survey 然后林博士 谢谢您可以把你的这个PPT 你的slide可以分享给大家 谢谢我们会给大家发 那个林博士的那个slides 然后也会还有一个 后来会有一个survey 也会给大家填 所以能够帮助我们 更加明确我们社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这个priority 然后能够更加 能够及时的帮助大家 但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的资源跟能力跟时间 都是太有限太有限了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您愿意去 一起来去加入我们来帮助我们 华人的孩子跟社区的话呢 麻烦你告诉我们 你们可以写个email 我一会儿会把那个email写在chatbox里面 然后过一会儿呢 那个彭女士 她们做了非常多的社区方面的服务工作 彭女士也会介绍一下她们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一起 能够合作 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社区 Lily 可不可以请你确定一下 是不是今天的座谈会有录影 有 有的 有的 对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座谈会会录影 录影完了以后呢 我们会去做edit 然后呢会放到 我们那个会给大家回放 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回放 而且我们现在chatbox上面呢 我们已经做过好多次的这种webinar 以前的回放也都在那里 所以你们看一下 好的 我们有235位voted了 Tim差不多了是吗 我们可以close了吗 是的 已经close了 就是这个results 好的好的 那行 林教授那您再继续 是不是请林博士帮我们回答一下 因为有好几个问题都是说 孩子已经有 听起来是有一些预兆的 那这个父母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尽早带他做一个评估 因为很多都是 因为觉得这孩子就是脾气坏一点 本来就是这样 其实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跟我的老师在一起学习的时候 甚至于孩子五六岁六七岁 他就可以看到十几岁的样子 是可以看出来 所以很谨慎的 觉得孩子很难 自己很难教养的时候 跟孩子说一下 我们希望将来更好 或者您有很大的问题 让我跟您一起做的话 也是可以 我们来慢慢地开导孩子说 我们接受一下评估 让专家来评估 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往前走 那我想稍微换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有人问到说 信仰如何能够帮助我们 面对心理压力 然后林博士 您刚开始有提到您的老师 在Duke大学也做了研究 这个有信仰的参与 这个信仰活动的 他们自杀的比率相对减少 明显的减少 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这一点 在Duke有一个部门叫 Spirit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不过他现在改成In Health 因为发现人分灵魂体 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开 所以Spirit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他就专门研究 甚至在Harvard 因为是姐妹的研究机构 他们都用科学的来告诉人说 的确是领床上有很明显的 而不是靠我们传道人 这么以为是自己吹牛的 他们是很明显的 甚至于不同宗教的比较都有 Harvard做得更好 如果需要更多的了解 有一本书叫做 Religion and Mental Health 里面有更多的说法 或者是更多的报告 研究报告 或者是要跟我比较详细的谈 但是我相信信仰绝对是帮助 有正面的帮助 而不是负面的 好 谢谢林博士 Lily 是不是我们 让你接下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这个彭女士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些resources 好的 那个彭女士 一类 刚才您也说到 看到一些问题 您觉得 您觉得可能需要 想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答案 然后还有就是 你们做了非常多的 在社区做了非常多的 这个服务 跟 有很多的资源吧 应该这样说 虽然就说 像刚才那个 Dr. Chu讲的 我们这个需求是 远远的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needs is so large it cannot be met with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所以 彭女士 请您 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 Lily 是不是有slide 我都忘了 好像有吧 有个slide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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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刚 我刚刚在使劲 在打回答 所以现在好像不是 聊天那里有一个 我觉得挺 挺 挺什么 他说孩子总觉得 有人跟踪不安全 该怎么陪伴 这个真的是要 要更低调的一些 细节的 更多的信息 要告诉的 就是有时候觉得 我们觉得 这个是一个信号了 这个比较危险的信号 如果他们觉得 是有人跟踪不安全的话 一定要问得很清楚 是真的是有人吗 你要注意他 就是不同时间段 毛束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 或者是 有一样东西 在反扰他 就是这个一定要 问得很清楚 然后呢 希望能尽快去找 就需要专业的帮助 那我们现在呢 能做的呢 就是说如果是家里 有些这样的情况的 那我们是有这个 免费的课程 就是说定期我们会举办 那这种课程呢 是需要报名 然后需要征选 因为我们所有都是免费 而且是8到12节课 我们的讲义就这么厚 所以是很含金量非常高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学习 在我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真的 知识就是力量 就是一定是要 掌握更多的知识 你才可以去应付 你面对的这些挑战 那我们也有互助组支持 那我们有 就是现在 因为在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了 所以我很多都是在网上 就是举办的 那但是如果你们先跟我们 打电话呀 或者email咨询一下 然后我们确定了 您的情况呢 是需要加入到 这样的资源里面呢 我们就会把你加入 到这里面的资源 对 在哪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些课程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课程 有些课程我们会 全部报名是全部公开的 然后就是如果能够能来上呢 我们会发出这个录取通知书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 我们也准备跟力量合作 我们会做一些 然后最重要呢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 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冠疫情 这个大大的事件改变了 这个整个我们华人圈的很多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发 就是说手机软件 就是一个呢 是针对自杀的孩子 就是自杀的这些朋友的 就有没有一些软件 可以帮助到他们 那另外一个软件呢 是帮助到我们的家人的 就怎么样可以 更有效的来帮助 所以这个呢 也需要大量的这些意见的反馈 那如果你们有意愿的 也可以跟我们发疫苗 就是说参与到我们的这个 义工这个收集这个信息 提高意见的这些 这些里面来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大概就是这么几块 包括我们也有一个 就是求助的一个 一个电话的一个热线 如果是真的是家里 有些什么困难呢 或者是什么 先来问一下 如果我们大概进我们的所能 来帮助一下大家 那另外就是 莉莉还要我讲 是就是华人联合会的 这个讲座 这个就是你们过往的一些 这些你都录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也可以在上面看 我们也跟朱莉亚 跟Justine 我们也有合作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华人力量就是 就是比较少在 关注在精神健康 所以大家几连起来做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到 更多的华人 那个北卡那个呢 是我输入了 The Mandarin 然后呢 在北卡里面找出来 那是一个比较通用的网站 就是说这个 Psychosocial Today 然后你也可以输入 你所偏向的这些 这些治疗师的 这些治疗的这些重点 然后你也可以看 它的语种 我是建议 如果你的家人呢 是可以来让家里的 这些有寻求帮助的 这些孩子或者什么 他们自己去找 是最好的 就是好像找男女朋友 是吧 他自己找的 他就愿意去看 那你们帮他们找的 可能他就不那么 容易去看了 那其他的就是 北卡 我们这一旌旗 这个活动 是这次的活动 我们是针对 北卡本地的这些 听众还有观众的 所以呢我们也介绍 就北卡的那个 美国疾病 那个健康联盟 就是NAMI 那个Nationalized on Mental Illness 的这个 北卡的这个分布 那其他的都是一些 比较有用的资源 然后我们也希望 你们密切关注 就是 就美国华人联会的 这个 网站的这个 更新信息 我们也会 有更多的讲座 或者更多的 这些资源呢 我们会 争取第一时间 就是通知到大家 我大概 就是讲这么多 好 非常谢谢Yelin 好的 那么现在 那个 林教授 如果您还有什么 要去分享的吗 要么我们要不要 现在开始 把那个 survey的那个link 就是做 对大家 对这个讲座的看法 还有什么 什么意见 可以通过 survey的形式 现在在chatbox 你们可以 开始点 点那个link 就可以开始去 就是回答 还有呢 就是谢谢Yelin 你分享这些资源 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 还有 还有那个 Dr. Justin Chen 还有Dr. Juliana Chen 他们是 华佛医学院 跟那个 马省中心 医院的 psychiatrist 他们的中心 叫做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Student Emotional Wellness 那么他们这个 Center呢 在那个资源上面 也有他们 Center的 Information 他们也在 compile一些 对华人 跟亚裔 社区 有用的 一些精神 健康方面的 资料 那么我们 还有就是 谢维扬博士 他是Universal Notre Dame 的psychologist 我们四位呢 最近是 被 就是 现在是作为 Robert Johnson Foundation 的Clinical Scholar 的Phellows 然后这是一个 Leadership Development Grant 那么我们 得到这个 资金赞助的话 总是做这个 Leadership Training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去 做一些 一些项目 但是就是像我们讲的 就是资源跟人力 都是非常limited的 我们希望呢 我们这个 专业团队吧 应该是 我不是说 我不是个 licensed professional 所以我也不是 专业 我大概就是 以一个母亲 跟一个 Public Health Nurse 的角度吧 应该是这样说 希望能够 跟大家 能够一起合作 然后通过 美国华人联合会 我们美国华人联合会 是一个 National Coalition 我们有 几十个 Community Partners 跟Chapter 然后以另一个组织 也是我们的一个 Community Partner Elyn本人也是我们的 一个Founding Member 就是UCA 我们希望 我们的Mission 就是Civic Engagement Youth Development 跟这个Culture Sharing 所以我们这个 Youth Development 这个精神健康 这个项目 做了四年多了 就是跟我们 这个Mission有关系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现在 那么我们再次感谢 就是说 林教授 您还有什么 结束语吗 我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Survey 如果现在没有 马上填完的 他们之后 还可以填吗 对 是的 我们会发到 每一位的 那个 那个 Email里面 然后会 大家可以再去填 只是说现在 一边讲 就是一边可以 大家填 因为这已经是 很长时间了 我们再次 再次感谢 那个 那个 林教授 您的主持 非常有经验 非常有爱心 然后感谢 那个 我们的 那个 那个 林博士 还有 那个 Jason Chu 医生 然后还有 我们的 彭女士 我们的 Alice 还有 那个Tim 你们两位 中文都 好像比我都讲得好 所以 非常感谢 然后还有就是 再次感谢 我们的主办单位 美国华人联合会 我们的会长 是杨建平 还有那个 曾教授 是我们的 创建会长 还有华人头条的 毛总 你们三位的 大力支持 还有就是 西密之根 华人协会 是我们的 赞助 赞助方面 还有就是 那个 clinical scholar and United Chinese American 你们所有 the volunteers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nd who has really dedicated and poured your heart to do this project 还有就是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ursing 好谢谢大家 大家